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王奇旅看世界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56个民族生活在一起,能够如此和谐幸福 主要是因为我国人民的包容性 我们能够包容不同民族的人 甚至还可以包容世界各国的人 相信大家也都发现了 在近几年内有很多的俄罗斯人都来到我国 他们大多都聚集在黑龙江地区 很多人都非常好奇 黑龙江这么多俄罗斯人都是在做什么工作呢 听完你可能都不相信 黑龙江有着非常发达的制造业 经济一直都在稳步的上升 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在不断的提高 也就吸引了无数的俄罗斯人来到我国发展 而来到我国发展的人们绝大多数都是女性 虽然说他们当地有着丰富的文化历史 在军事等领域有着很高的地位 但他们当地所提供的工作 差不多全都是男性的工作 能够让女性从事的工作非常少 但这里的女孩非常独立 对自身的经济要求也非常高 而且我们两地之间的距离比较近 所以他们就来到我国进行工作 因为这些女孩都非常的热情开朗 大多都会从事酒店的工作 有的人来到我们这里进行贸易 变成了商人 从中赚取了不少的利益 不过他们从事的也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经常能够看到的职业 没有什么特别的 好了 今天的老王奇律看世界就到这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转发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